事到外地出差 他和同事工作后回饭店房间时 发现浴室有人以为是清洁人员 他打招呼却没人回应 见到浴室看到一名不像员工的女子 拿着他的东西 但罗斯放过他让他离开 罗斯回房间后发现床上多了支球棒 手电筒和一条项链 东西都被动过 他赶紧报警 怀疑女子拿备用钥匙闯进来 但饭店否认警察 也没找到人 罗斯和同事随后检查运势 觉得镜子不对劲 拆下一看 后面不但有个洞 洞里还有枕头 毯子衣服压刷 原来女子住里面 在像针子一样爬出去偷东西 罗斯的恐怖经理一上网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以后住饭店 镜子衣除后都要检查了 罗斯则提醒大家要小心 再小心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会不会遇到类似情况 国企中心终合外联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